嗯 周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 国际形势今天是2024年6月6日 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这个晚上事件 这个美日韩海警啊 海警部队 这个这两天在日本海岸 进行了三方演习 这首次啊联合演习 海警部队啊 因为应对中共国的 这海警 所谓的海警船 实际上就是军舰啊 挂着海警船的名义 说白了都不想挑起 明着的战争 单身类都用所谓的海警的方式 想变成冲突 说白了就是啊 通过冲突的方式 通过这种耍流氓的方式 然后最终啊 把这个很多事情啊 各种岛屿啊 给站住啊 这是中共的一贯的策略 所以这也被试破 所以美日韩 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啊 这个海警武装的配备 武力的配备啊 其实就是现在 都是打着警察的名义 海警嘛 海警嘛 不就是警察系统啊 提升各自的武器装备 一起来嘛 收拾中共啊 这个邪恶的中共 你怎么看啊 这个斯蒂顿先生 分享一下 所以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东北亚这一块 对吧 或者说远东这一块的这个局势 其实它一直都是处在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处在一个非常高温的一个阶段 只不过是我们暂时就是因为没有炮火出来 对吧 你看不管是对比什么欧洲乌克兰那一块 还是什么中东 那都是已经是真枪真炮都已经上了 但是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就是它引而不发 但是不代表说它的这种安全危机不存在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美这些国家 包括日韩 甚至你看澳大利亚这些东南亚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都是能感觉到的 只不过现在只只不过不挑明对吧 你用一些软的超线的方法来去和你中共进行一个对抗 但实际上大家心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就是建招拆招嘛 就等于是建招拆招嘛 中共你看用用这些什么海警船啊 然后什么武装渔民啊 这些方式想要去达到他去占领某一个海域 某一个区域的这种目的 这个所以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说他们想要用这种目的的话 那应对他们最好的 那就是用他们以笔之道 环师比身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美日韩 他们的这个海警也就出动了 至于他们这个蹲 就是我可以想象啊 就是他们很可能未来他们的这些什么海警船之类的 他们这些蹲位很有可能就是对标着中共国 对吧 去匹配他们的这些 来让中共国在这一地区的这些实质上的力量 或者说他的这个优势逐渐的被蚕食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美日韩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 想要去应对中共国 所做出的比较实质性的就是这个动作 包括你看就是之前 习近平对吧 他和普京在北京签了关于图门疆 出海口的那个事情 所以的话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些狼子野心 就是想要去控制什么日本海 或者说东海的部分区域的这种企图心 其实对于美国或者说是其他国家 他们的这种情报策略的人员来讲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举动 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国只要一冒头 或者说是之前的一些继承事实 都要把它给打掉 而且是要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手段 去把中共国的这种 军民融合的行为 封堵在可控的一个区域内 录得 好关于这个咱们先说到这 但是有一个 今天你知道那个郭文贵的那个诈骗案 是吧 你知道谁去做检方的证人吗 木兰从澳大利亚专门过去 是澳大利亚的警方 说专门提供机票 带着他孩子 10岁11岁孩子吧 FBI全程陪同 然后还给他们带着孩子 就是在上庭的时候 还负责带孩子 FBI全程保护 因为它是瑞口法案 木兰上去作证 是吧 直接说 这个很多问话 就说他那个就是诈骗 以为他是为了中国的 什么民主自由 实际上后来发现 几年下来全诈骗 然后问他 如果早知道这是诈骗 还会不会帮他 都是绝对不会 然后还威胁他 威胁他 说要杀了他 因为他当时有个三千多万 有个东西 有笔记 他不是帮别人 用的什么账户 开账户吗 说开了三千多万 美金还多 如果他不签字的话 就怎么这么的 反正 哎哟 这个揭露锅的这个邪恶 赤裸裸的 所有的陪审团 看着我的瞠目结束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坏的人 知道吧 明白吗 知道吧 还有这么坏的人 因为陪审团 纽约的陪审团 都是普通人 那不是 都是普通人 对于这种 这种烂人 知道吧 恨之入骨 知道吧 你知道吧 就骗普通人 因为普通人 他作为陪审团 对郭这种 花几百万美金买 买车 买好车 那你说那陪审团 不是恨之入骨吗 是不是啊 陪审团 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 一些普通员工 就普通 有些是餐厅的 有些那就是很普通的人 知道吧 很普通人 懂吧 所以就陈姆解释 恨之入骨 看着这世界上 还有这么恶的人 杀人诛心啊 就那检察 检方问他 就是你现在还想不想 问郭有没有反共 他说 根本几天下来 根本没有从事反共的什么 屁事都没有 有没有拿钱去反共 没有 然后底下那陪审团 听着气死了 知道吧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 这种烂人 知道吧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对 因为如果说是 就是听众当中 有之前有参与 遇到郭丫头 这些事情的话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木兰 他应该算是 郭 他这 这一个圈子里面的 一个 比较核心的人物 对吧 就代表了澳洲 这一边 所以就是 可以说是 郭 他把这个 他这个 诈骗 邪恶的 这个触角 升到澳洲 他就是依靠着 很大一部分 是依靠着 这个木兰 所以 木兰 他现在去作证之后 我觉得就是 从 第一个 从 郭 他的这个 日常行政的 这方面 也不算是行政吧 就是运作这方面 角度来说 我觉得他是可以提供 非常有利的证据的 就就相当 你看就 他对比一下 那个凯琳 凯琳对吧 也问同样的问题吗 就是他平 郭平时在干什么 对吧 然后凯琳说 郭平时不干什么 啊 就是 所以就是 这种东西 其实 就多方佐证 他都可以去 佐证出来 这个郭啊 他的确就是在骗 对吧 就是实际上 平时根本啥 啥事也不干 就是骗 然后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 我觉得木兰 他对于这个郭诈骗 就是 他的这个财务状况 就是 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他是能起到 非常关键的 这个作用的 因为 一开始起诉郭 对吧 是因为 诈骗这一块的 所以 你肯定要牵涉到 这个财务 这方面 当时木兰 就搞什么 澳洲农 澳洲农场 是吧 然后当中 去收割那些 什么所谓 占有的捐款 也不是捐款 投资 对吧 什么投资 借款 这些东西 所以 我觉得木兰 他那边 绝对是有一本 很清晰的 这个账目的 包括是 谁 谁 就是 包括 你看木兰 他是 他好像跟那个 法治基金捐款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 包括谁捐款 然后谁投资 这方面的这些名单 然后以及这个 银行汇兑的这个流水 这方面 我觉得木兰 他都是掌握了 非常十足的证据 所以 他来出庭的话 绝对可以把锅 对吧 定在这个 很重要 就是 给钉 就是给锅 这个棺材板上 上一个非常 就是强硬的 这么一颗钉子吧 所以 这个我觉得木兰来的话 他的这个意义 还是 还是比较 就是 可以相当于说 是凯琳 前几天 就是对于 郭安的这个 作证 这个是 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 你看这个木兰 他在澳洲 对吧 都 FBI的人 都可以去 去找他 然后去 让他去 飞到美国来 作证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美国FBI 对于 郭这个案子 他所下的 这个 决心 或者说是 动用的 这个资源 他都是非常 非常大的 所以 郭这个人 绝对是 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 非常非常 不简单 或者说 他想要 企图去谋划的 一些事情 绝对是 超出了 他想要去 实行的 什么诈骗 这一些 这个行为 所以 未来 就是 对于 RICO 起诉 他这个 事情 就是 可以说 会牵扯 出来 他这个 他实际上 本质就是 一个特务 就是 可以牵扯到 他 未来 他的这个 就是 跟中共 这方面的 联动 然后来 搅乱 美国社会 这一系列的 这一些 行为 我觉得 都是 有可能 去被 FBI 去挖出来的 然后 我还想说的 就是你看 FBI 他可以去 澳洲 去 去沟通 这些证人 或者说是 去搜集证据 那 在 在什么海外 这些 对吧 还所谓的 什么战友 之前的 什么安红啊 什么老班长 这些人 包括 在英国的 什么大卫 对吧 这些人 什么法国的 之前的 那些 那帮人 我觉得 他们都应该 要稍微掂量一下 也就是 是不是还能在那边 蹦打 或者说 是不是需要去担心一下 自己的 就是 自己 未来 是不是也有可能 去会被这个 FBI 找到 然后 需要他们去配合 所以 我觉得就是 该收手的时候 就收手 该退出的时候 就退出 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对吧 你还在抱什么幻想 对吧 去那些什么压场的 还有部分什么压场的人 去追随这个锅 那等到最后的话 那我觉得 你看现在木兰 这个忏悔 他还可以去 坐一坐证啊 之类的 但是 一旦以后 你就是 到了一个实质性 需要去 进行一些 倾脚啊 或者 或者行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再不 反省 去悔悟的话 那 我觉得就已经 为时已晚了 所以 木兰 你看就是 可以说是 作为这个战友当中 最重要 或者说是 名声最大的人 你看 现在都已经 都已经是 配合这个FBI 去坐证 去指认这个锅 所以 至于这个 影响力 还不如木兰 对吧 或者说是 他在锅的这个 圈子里面的 这个流量啊 或者说地位 远远都不如 都不及他的 这一帮人 我觉得就 得好好去掂量一下 是不是 还要去帮着锅 或者说是 还要去 这种脑残的去 什么支持 追随 对吧 现在这种鸭场 我 就是 我听路德说啊 就是鸭场当中 有很多 这种什么 所谓的战友 现在又说什么木兰 对吧 又变成 又打成特务了 对吧 就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跳出来 对吧 你只要是 是 指认这个锅 或者说是 要反水了 这种 你就 肯定是要被打成特务 之前什么 Sara也是特务 然后什么 路德 那个时候和锅切割 711跟锅切割之后 路德也是特务 严博士也是特务 对吧 如果说 大家把这一系列的东西 都联系在一起的话 那 我觉得就 这条逻辑链 那如果说是一个心智完全 或者说是 智商在线的这些人 那都可以去 推测出来 锅 他实际上 他就是利用了 大家的一个情怀 对吧 然后把 设立自己的假想敌 然后把大家全都裹挟到这里 只要一切反对他的人 就是特务 然后 只要 因为他为什么 因为他就裹挟了 大家这种反共的情怀 所以 但是他至于 他真正做了什么反共的事情吗 没有 所以他是假反共 反而利用这些反共的情怀 去收割很多这种平民百姓 去想要去反抗中共 或者说是对中共不满的这种情绪 然后来达到自己的这种目的 所以我觉得从木兰这个事情 又可以非常 就是强力的佐证 郭他就是一个 就是意图非常 非常就是邪恶 而且是手段非常毒辣的这种人 的一种中共特务的这种嘴脸 路德 对 中共特务 杀人出心 哎呀 就是现在他们那边的叫嚣没用 知道不 是吧 现在还在那叫嚣 那就是说白就是中共特务 说白搭配合的有啥用啊 司法这东西是你嘴巴上叫几下 就可以那个的吗 所以 所以这帮人都是脑残 明白吧 都已经脑残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Steam先生 再见